深夜,徐半仙家中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徐半仙打开门一看,是一个女子 怀中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 那孩童双目紧闭,面色苍白,似是病重 大师,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那女子焦急的说道 徐半仙望着那女子摇了摇头 你回去吧,我早就已经金盆洗手 不再做此行当 严霸便要关上门,却被女子给拦住了 她抱着孩子跪了下来,哭着说道 孩子三日前身患怪病 一睡不醒,气息一日比一日弱 我已经带她看了许多郎中 都说不知所患何症,无能为力 现在只有求大师能救她性命 我求求大师帮孩子看一下吧 唉,我只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算命之人 连自己都救不了 又哪能救得了你孩子 你还是快些走吧 寻一个好的郎中 孩子或许还有救 大师,您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肯定能救得了我的孩子 你平日里救人无数,是个好人 就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吧 女子跪地边哭,边不断给徐半仙磕头 哭得很是凄惨 徐半仙不忍,长叹一声说道 哎呀,罢了 我就给他补上一挂 看他命数如何 能否救得了他 那便要看他的造化了 女子起身连连向徐半仙道歉 徐半仙将女子带到房中 点上了蜡烛 女子先前从未见过徐半仙 此时透过烛光 看清徐半仙的长相后 顿时被吓了一跳 只见徐半仙瞎了一只眼 眼中是个黑洞洞的窟窿 脸上全是窗 很是丑陋 徐半仙看到了女子的神情 苦笑道 被吓着了吧 我这一生救了许多人 也透露了太多天机 遭了报应 徐半仙常态一生不再言语 从一个盒子中取出三枚铜钱来 询问出那孩子的生辰八字 面向西南起了一挂 将铜钱反复抛起六次 抛完之后 徐半仙望着显现出的挂箱 久久不语 女子着急的问道 大师挂上怎么说 我孩子没事吧 三日之内 你孩子必死无疑 一句话让那位女子站立不稳 险些跌倒在地 挂上显示 你孩子两日后尘时将有一劫 此为死劫 必无可避 女子顿时泪流满面 大师 你一定救救我孩子 我不能没有他 我夫君已死 如今与儿子相依为命 儿子若再死了 我可怎么活呀 徐半仙叹息 这是他的命 命由天定 我又有何法 女子抱着自己的孩子跪在地上 气不成声 依旧不断的哀求 天大无情 命数如智 总心有不舍 又能奈何 你 走吧 女子却并不愿离去 磨正了一般不停的对着徐半仙磕头 头磕得蓬蓬直响 磕得是血流满面 若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徐半仙看得不忍 将那女子搀扶起来 沉思片刻说道 你为了孩子 当真可以舍掉心灵 只要我孩子能活 要我怎么样都可以 我虽不能逆天 却可改命 两日之后 沉时之前 你只需服下 携有你孩子生辰八字的符水 便可与你孩子命数 互役一炷香的时间 结石 结 便会印在你的身上 死的便会是你了 而你孩子 则可以活下来 你可愿意呀 我愿意 女子答道 她望着自己的儿子 眼中流露出 无限的爱意 与眷恋 只要你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娘便是死 也心甘情愿 只是以后你没有娘了 在旁人家里要听话 女子的眼泪滴落到了儿子的脸上 女子替她轻轻擦拭 此情此景让徐半仙动容不已 将女子送走以后 徐半仙在房中来回踱步 心绪难平 她知道自己的结终于来了 两日后的陈时 不仅是那孩子的结 也是自己的结 三日前她眼皮一直跳 便为自己补了一挂 挂像显示自己将有劫难 于是便闭门不出 也不见任何人 却不曾想 这结还是来了 徐半仙走出房门 抬头望天 天上挂着一轮角月 月色如水 洒落在徐半仙的身上 确实让她感到阵阵凉意 天道无情 寒如冰霜 自己也只能以这腐朽之身 化为星火 以暖他人 两日之后 那女子带着气弱油丝的孩子 来到徐半仙家门口 却怎么也敲不开门 眼见尘食一倒 女子心急如焚 不断地撞门 过了许久 方才将门撞开 人进屋一看 却震住了 只见徐半仙 已倒地身亡 桌子上放了个瓷碗 碗中尚有残余的浮水 而这时自己的孩子 渐渐醒了过来 此时尘食以过 女子顿时明白了一切 对着徐半仙的尸体 放声大哭 之后 他将徐半仙好生安葬 带着自己的儿子 在其坟前 恭恭敬敬地 磕了三个头 便宜 宣 Blade